各位老友我是月煮月好 大家好 昨天我和朋友去上海阿嬸吃了上海野 其中就叫了酸辣湯 好奇怪 又不酸又不辣 真是一般般 以前我有個朋友 是在朝乞春做總廚的 他曾經教過我煮酸辣湯 不如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酸辣湯 大家如果覺得好看 記得幫我分享給多點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我 多謝大家支持我 吃飯啦 想飯啦 吃飯啦 想飯啦 我是月煮月好 大家好 上個星期我又去了怡生去吃飯 他又做了一個酸辣湯給我喝 不錯 不過就好像差一點 材料都是這些 木耳、冬菇、豆腐 這類東西 他又加了一些金菇菜 不過我不喜歡吃的 很韌的 我今天都做酸辣湯 我今天做的金菇菜 我就用過雞腿菇做了 因為切絲 我覺得他比較好吃 沒什麼所謂的 他那天的酸辣湯 哇 那個辣味都很古怪 好像在吃辣椒水一樣 我就問他 你酸辣湯找什麼做 他都說 用這些香醋 還有用這些辣椒醬 其實是這樣的 以前我不懂煮飯的時候 真的好幾十年前 即是初初煮飯 真的用辣椒醬做酸辣湯 一個酸一個辣就是酸辣湯 阿茂也知道 好像是這樣 自從我 早過兩年 我不是拍過那個 明露鮭魚 在潮蜜春吃飯 很熟悉的 跟大廚 總廚 他就告訴我 酸辣湯 是不會加辣椒醬 但可能現代的 不懂煮飯 或者初初煮飯 就是這樣 其實酸辣湯的辣味 是用胡椒粉出來的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酸辣湯 我當然是用胡椒粉 材料就是 木耳 雞腿菇 放兩隻冬菇 普通的豆腐都可以 不過用這些合裝豆腐 它們比較滑 最主要是 加些芫荽 最後 現代就會加些紅蘿蔔 因為顏色比較好 我加雞蛋 最後加了一片手打 就加幾隻蝦 很簡單 做酸辣湯 最主要是 香醋 辣胡椒粉 有些鹹味就是生抽 顏色就是要加少少老抽 最後 最後要加些 麻油 更香 很簡單 因為這些味道 要找少少糖 大動 賣軒 就是用生粉 很簡單 材料都講完了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先處理這些木耳菇 盒裝豆腐 先處理這些木耳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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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飛 不過飛起來也沒所謂 不要太過沸騰 先加少少水 就可以了 再次沸騰 就可以了 沸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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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 即使是有些蝦 如果是小蝦,當然是小小的 不過這些這麼大隻 我也放了五隻 一開三隻,一粒粒就比較好吃 這些蝦,我們用一點胡椒粉 一點點 拌一拌 好,另外預備兩隻雞蛋就可以了 好,材料已經預備好了 好,馬上來做酸辣湯 我這個是四人份量 不過通常都要添多一點 你吃多少水 就大約這裡 先煮一煮滾 把剛才的芫茜頭 拌去煮一煮味 讓它煮滾 煮滾了 煮滾了,芫茜頭味很重 就把芫茜頭放進去 煮就可以了 把甘筍都放進去 芫茜不要放進去 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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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下味 先不要放太多 先放半個湯匙的胡椒粉 半個湯匙好 因為待會還可以放 如果不夠辣 可以再辣 這樣灑下去 這樣就混醇了 另外我們要放生抽 因為它鹹味不夠 我們大約 少於一湯匙 不用太多 有少許鹹味 老抽也挺重要 不過這樣 要告訴大家 你看一下 要什麼顏色 有些人放太多 整個都黑色 沒有顏色的 又不像是酸辣湯 這個就是你自己要衡量 我大約 三分一的老抽 如果待會煮不夠 你又可以再下 沸騰 就把剛才幾條玄西頭 夾起來 不夾也可以 吃完也可以 夾就沒問題 基本上 我現在要先打蜆 先 記住 打蜆 煎好 下雞蛋 不要調轉 這樣不好吃 蜆不夠就可以慢慢下 不要太固 不要太固 這個蜆就行了 不用一次過倒進去 好了 現在我們先下這幾隻蝦 這些蝦 一落就熟 好 放幾隻蝦 撈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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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就要 關火 現在就下雞蛋 好了 現在下雞蛋 不要管它 先讓它過焗 因為你一攪散 就不行了 現在就下這個香醋 這裡大約下三個湯匙的香醋 現在就可以 開火 推一下雞蛋 推一下 這些雞蛋 看到嗎 那些雞蛋 才會起到這裏 就不會散 雞蛋 也在這裏 如果你一早 一落雞蛋 再推它 就不可以了 剛才的芫荽 那裏 就放進去 哇 這個香得不得了 小心點 推一下 顏色很漂亮 再加一點糖 對 推一下 這樣有糖 才好吃 好了 過來上了 湯碗 首先下一個湯匙的香醋 因為一撞起來 特別香 都要加一點胡椒粉 大約是一個茶匙的胡椒粉 再加一點胡椒粉 香油 香油 要加多一點 不要緊 半茶匙 先加了 剛才的芫荽 我們把這些芫荽 放進去 待會撞下去 哇 酸辣湯出來了 胡椒粉 酸辣湯 胡椒粉 酸辣湯 酸辣湯 記得用這兩樣東西 就可以了 其他的調味料 鹹 生抽 如果你喜歡加鹽 可以加一點 不過我已經覺得很好吃了 那我給大家看看 先試一下 讓我先試一下 嘩 先試一口湯 記住 顏色要自己控制 如果加太多老抽 我反而不喜歡 這個顏色足夠了 先試一下 嗯 好味 這麽像上海鋪那些 嗯 正 喂 有些蝦就有東西吃了 嗯 最後加上 還是爽脆的 太早下 已經 粗糙了 正 木耳冬菇豆腐 怎樣吃都可以 不要吃得太粗 嗯 好味 我要趕快炒上海麵 哇 我今天就是上海套餐 多謝 希望大家都喜歡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酸辣湯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記得點贊 分享 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 什麼時候有片看 就馬上看到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各位老友 我是越煮越好 大家好 早前過節 我就浸了豉油雞 那支豉油雞汁 很多朋友都問我 可不可以重用的 當然可以 今天我就用它來浸豉油雞型 你看看這碟 我浸得多漂亮 是真實的 好嗎 好嗎 我要吃到 我來看